每天吃一瓜风劈结巴巴巴 估计周杰伦也没想到 短短几天他就经历了从云端跌回地面的沉浮 新专辑最伟大的作品还未发布就先造势 凭集住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热搜上了一轮又一轮就连朗朗 都跟住摆剪了一波曝光热度新专辑发布后 网络上的吹捧声中却开始夹杂住质疑 因为本应该是收录12首歌曲的新专辑 却只有6首是新歌曲于是 很多人跑到他的社交账号下谩骂 This他学流量歌手割韭菜片粉丝的钱 面对破防的粉丝疯狂输出 周杰伦删除了之前拿金曲奖和出去旅游的相关动态 并对评论开启了饥合机制 这个举动导致那些辱骂周杰伦的网友觉得自己胜利了 还扬言要再接再厉把周杰伦骂到退圈或退王 就是论是人不可能永远处在创作巅峰 周杰伦这次的专辑虽然有争议 但还算是有诚意别的不说单说请朗朗亮相 这本身就是一种诚意再说作为歌手 周杰伦绝对是天花板的存在了 看看现在的四大天王基本上都不出新歌了 专辑更不用说谢霆锋 等新生代歌王也基本上不理事事 一心为了爱情和生意 所以回眼一看 也就周杰伦陈奕迅等人还在坚持 所以这次发新歌才会引发那么大的轰动 退一步来说有些人不喜欢可以不买 很简单的道理 你不能因为东西不合自己心意 就跑人家那里骂街 你不喜欢吃臭豆腐 天天跑人家店里闹 而且要骂到周杰伦退圈 那真是老孔雀开评自作多情了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